音乐这一忙 平时只剩咱俩 可不是吗 你家是不是在洛城啊 对啊 那咱俩正好过年 可以一起回去 好啊 不行 今天过年我不回去了 我在荣城过年 我弟还我爸都来 不回去 那许芳呢 她 她应该回去 你问她干吗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我最近啊 学校和宠宠店两边跑 和她都好久没见面了 想明白呗 我说 咱们马上去东旭了 你和林一诚事 你可得抓紧了啊 这跟东旭有什么关系 大哥 我现在就跟你分析分析局势啊 你看啊 在荣城 在荣城 叶绍文天天跟林一诚在一块 你连人家人影都见不着 但是回来洛城你就不一样了 那是你的主场 各种熟悉的街道 各种回忆上 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叶绍文导观 多好 可我要去东旭 回不去 那 那你回不去 你就更不能就这么默默地走了 你起码你得 你得跟人表示一下吧 来个离别前的拥抱什么的 你能不能别操心我呀 那月马上要放假回家了 你搞定了 我不是你 咱俩不能放一块饼 我是人 加油 李启迟 李启迟 我要去东旭 这次就不能跟你寄回家了 不过票我给你买好了 然后你寄的路上 别睡着了 也别跟陌生人说话 也别喝太多水 总上厕所 反正总之呢就 这家伙 肯定会是水果栈 许芳 听迟迟说 你家也在洛城 本来我跟芷芷约好 一起回去的 但是他突然说 他过年不回去了 刚好你也要回去 他就让我跟你一起 我没有一个人坐过车 有点害怕 所以 稍等一下 我问他 喜喜小二朵 你乖乖啊 干吗 我听说你今天过年 不回洛城了 是啊 我准备在宠物店打工 是的 是是 过年带你看烟花吧 好啊 你打电话来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行了 我知道 他怎么知道我不回洛城了 他怎么知道我不回洛城了 他是没有这回事吧 对不起 寒假愉快 是吗 塔妹 我们还没洗完 快回来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是新来的吧 店长呢 店长有事出去了 妈 妈 你们怎么来了 这店里的狗 不是你家的宠物 怎么能跟狗狗洗澡不拴绳呢 要是狗狗跑掉怎么办 怎么跟主人交代 还有你自己看看 这地上到处都是水 也容易让客人滑倒 我们这家店 是要做融成一流的宠物店 这虽然是些小细节 但都很重要的 明白吗 妈 店长今天有事 另一个店员生病请假了 要是没有迟迟 今天店里的休业了 迟迟 他叫林锡池 是我同系的师妹 叔叔好 阿姨好 小姑娘 我们抢单独待会 叔叔阿姨 你们先聊 我就不打扰了 阿姨 儿子 妈 你 你呀 你们怎么就跑来了 乱跑 闯祸了吧 满事都是事 妈妈 迟迟 阿姨 妈妈临时接到通知 要去出差 所以过年那几天 可能不能跟你们见面吗 你 妈妈也是没有办法啊 你赶紧跟你爸联系一下 我找人给你买好票 把你送回落城 好吗 我 我 我真的不能跟妈妈一起过年了吗 只是你一向是最乖的 你理解妈妈 那就这样 你 好好好 乌乌乙的 我跟您坐好 好 来 走 你总有自己想法 行行行 乌你的 小妹 你说妈妈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突然觉得 自己一点都不了解妈妈 妈妈 为什么我觉得 你好像从来都不需要我呢 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不值得得到你的关系 妈妈 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 可是我觉得 我离你越来越远了 包猪谱 怎么突然没水了呢 许芳 我想跟你聊聊 你真是收拾衣服准备回家 咱们今天下午要去东讯 你不知道啊 你认为他没跟我说 平时也见不到你 你大忙人 我现在真的是离射箭队 越来越远了 你不是想谈恋爱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看你跟李琪池就挺合适的 什么 许芳 你什么意思啊 方队 你别央鸡池鱼啊 我 我是想找你 并不着你介绍 我就是要找叶氏哥这样的男朋友 看你这身肥肉 我这肥肉别跟叶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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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子 一个盖子 那么几是第一个脱单的人要出现了 我 我是想找你 你不是想谈恋爱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 咱们今天下午要去东讯 你不知道 我现在真的是离世间队 越来越远了 这店里的狗 不是你家的宠物 怎么能给狗狗洗澡不穿绳呢 迟迟 妈妈临时接到通知 要去出差 所以过年那几天 可能不能跟你们见面了 迟迟 我有手术 竟然得马上回医院 咱们改天再约吧 是谁摔了我的被子 大家都这么讨厌我吗 是谁摔了我的被子